陈慧玲 以微科幻类型 接神学主意下扭矩的亲情 公式戏剧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日前公布首支由演员朗诵纪伯伦师的宣传影片,挑动网友敏感神经,一周内累积约40万观看次数。 今,二十五分之三,公式特别与金碎将合作,于影战期间首度公开精彩片花,演员王静,魏如轩,导演陈慧玲,制作人乌之宇皆出席活动,谈到首度尝试科幻类型,陈慧玲表示,影片播出后引起很大的讨论,让他清觉亲自间互相不被理解的程度有多大, 他有感只有公式有勇气拍这种片,特别是观察到压抑的孩子,痛苦的母亲,希望能促进社会对成功定义的重新思考与对话。 今影展活动以主题戏剧的新趋势为主题,邀来演员王静,魏如轩,导演陈慧玲,制作人乌之宇等人出席影展座谈。 陈慧玲表示,他在几年间曾游走两岸拍摄偶像剧、电影,在商业操作的体质下已渐渐一望好好说故事的能力,直到身体出现警讯停下脚步,才思考如果我只能再说一个故事,如果我只剩下一部片可以拍,我要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? 我要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? 陈慧玲说,四年前他当了母亲,读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,一下简称孩子,让他对书中扭曲的亲自关系,以及追求分数,追求成功的教育体制与社会,十分震撼。 制作过程甚至为终于援助创作精神,一度将写好的十集剧本打掉重变,才有现代魔幻强烈风格,微科幻类型的作品呈现在观众眼前,很感谢公事对创作者的支持。 年轻新秀王靖,在演出电影痴情男子汉后,这次在,茉莉的最后一天,单元中主演为符合母亲期待,不断压抑自己的高材生茉莉,谈起接演过程。 他当时正看完美剧《汉娜》的遗言,就想他这辈子一定要演到这种有张力的角色,没想到不久后就收到孩子的剧本,让他感到非常惊喜。 他自然跟忧郁的茉莉很不同,自己属于人来风的个性,但回顾拍摄过程,觉得自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,就像只受伤的小猫,是眼前对忧郁症做了很多功课,杀亲后聊伤了很久,才离开角色。 王静说,其中一场要躺在大体冰柜的戏,令他印象深刻,一开始他也很害怕,直到导演跟他说上一个躺过的是吴康仁,但他马上就克服心理障碍。 而这次跟金马,金中双要影后隐心首度合作对手戏,王静也只让让他紧张望分,拍摄过程几乎和隐心灵互动,直到拍完,隐心才跟他说为要塑造妈妈与女儿之间的距离感,才故意不跟他讲话,让他恍然大悟隐心的用心。 去年以公式人生剧展,暧昧时代入围巾中最佳新演员的魏如轩,这次在《茉莉的最后一天》中有情客串茉莉的心理医生。 他说,心理医生角色不能有太夸张的表情,但跟王静对戏时,又被吓到,可以感受到他演出时散发的浓厚力量。 这次除了参与戏,魏如轩也接受导演陈慧玲邀请,首次为戏剧量身定作,操刀主题曲《Dong!T Cry!Dong!T Cry!》的制作与演唱。 但他坦言创作时曾一度卡关,想放弃,原因是自己是由爷爷奶奶带大,父母是他空调的一块,直到有人陈建奇建议他从不被理解的角度创作,才一股作气顺利完成。 魏如轩表示,写歌对他来说就像做标本,但孩子真实反映了人们每天继续发生的事,他希望透过主题曲,能给观众一种拥抱,聆听的温暖。 制作人乌知律提到,公式戏剧向来不怕探讨议题,因此尝试透过不同背景来说故事。 孩子是二级唯一一个单元的影集,形式接近英美剧,如英剧黑镜挑战的科技带给现代人的愉悦与不安,而公式推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即是凸显制作这出戏的戏图心。 公式教育主题戏剧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有尹新、柯素云、叶全真、钟心灵、谢琼轩、一笔画顺序,等十历派女星主演,超梦幻特别演出阵容包括吴建豪、吴康仁、吴鹏凤、林子熙、马国贤、郭子前、郭欣、张书豪、莫允文。 曹燕豪、钱德门、汤志伟、曾少宗、杨立音、陆嘉欣、赵小乔、赵正平、邓九云、郑友杰、蓝伟华、等人。 由编剧群蒋、蒋世庚、洪姿云、夏康珍、费姑怡、马千代、改编作家吴小月作品,成为五个独立的故事,以魔幻强烈的视觉风格包装,加入微科幻元素,打造台湾少见的独立影机师选剧。 Anthology Series 7月7日起于公视频道首播